懂嗎 對不對 俠課請 俠課請不行 請 俠課請 俠課請嘛 不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俠課請嗎 那個坐一下起腳架 來 我們講到這個永續發展 對不對 永續發展 那天講到地震對不對 欸 同學起來了 地震的發展願願有哪些 地殼 好 地殼怎麼樣 俠課再打一下 地殼 地殼在 摩擦摩擦 趕快推擠 地殼在運動 趕快推擠 地殼在運動 趕快推擠 還有咧 俠課 火山爆發 雨時 下雨 下雨 下雨太突然地震 不會變鬆軟 對 就會地震 對 馬上那種變鬆軟 好 但是很缺的 但是那個東西目前 有一個入門這樣說 但還只是一個入門 目前沒有得到大規模 去推認去證實它 好 他們別的 地球爆炸 地球爆炸 ok 地球有什麼爆炸 因為核隆盒失敗 核隆盒失敗 核隆盒失敗 哪變成核隆盒 核隆盒 核隆盒是什麼 地球內部沒有在核隆盒 太陽是核隆盒 對 地球內部沒有在核隆盒 對 地球內部沒有在核隆盒 那邊地球有什麼 我記得是在核隆盒 地球裡面有叫做地寒 有地核 但是沒有核隆盒 地核也沒有核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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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核隆盒 還有咧 還有沒有核隆盒 還有沒有核隆盒 核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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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啊 以前我們不理解這叫地牛盒盒 所以你們在說法地牛盒盒 事實上現在有一些新的說法 核隆盒嗎 不要講核 仔細聽同學講 好不好 我們慢慢有 事實上現在有些新的一些 比較屬於未知學說的東西 有人說地底下是有一種 高智慧的生物 恐龍 不是恐龍 類似像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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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認識他 有些人把它稱為 也許像是外星人 或者是什麼樣 他是有智慧的 在地底下生活 所以他在地底下有些都市 或有些 所以真的有 握群嗎 都講說握群 握群 這只是說有可能 你怎麼工作一定沒有可能 你以為你有沒有到那邊去過 我們現在地球上的人 有誰到地底下去看過 沒有 沒有 所以你不能推薦說一定沒有 說明也有 說明也有 我昨天看到一個 山崩 然後咧 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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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講說山崩 到底是地震的原因 還是山崩是地震的結果 應該是山崩是地震的結果 應該是山崩是地震的結果 地震的結果 山崩是地震的結果 山崩是地震的結果 蘇具 是什麼 地震的震的震 菜水 襪子 哪個台北 棺是能 funded 烏ective 這邊 遭廻的震度 懂的意思嗎 正度通往分成1級 2級 3級 4級 5級 6級等這樣子 7級 那地震規模是什麼 釋放的能量 釋放的能量 這個地震的規模等於多少 但是我們常常用瑞士地震規模來定 就是6.3級 地震規模6.3 地震規模7.4 地震規模7.1 檢體線超過4級 好像是6級 等一下 地震規模沒有級 地震規模沒有級 地震規模就是有個數字 有個小數的數字 這是正度 正度是整數級 正度是整數 接下來我們講說 電燃災裡面還有一個叫做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怎麼形成的 因為有凤凤開了 凤凤開了 凤凤為什麼開了 原來地震 有地震 好像有地震碰碰開了 所以其實地震到火山爆發 有時候是它可以複為因果 有時候可能是一開始地震 導致它中間的裂隙變大 然後岩漿噴發出來 這時候變成火山爆發 可是火山持續爆發 會造成附近持續地震 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是複為因果 有時候是因為這個地方蓄積太多能量 突然間火山爆發 然後引發附近的地震 也有可能 所以火山爆發跟地震有時候複為因果 那火山爆發有什麼危險 可能會有一個 火山灰 火山灰 火山灰它會遮住太陽 火山灰太多了 然後很多人吸進去會造成疾病 怎麼這樣講 人吸進去火山會造 吸進去火山會造 吸進去火山會造成疾病 它是肺部方面的疾病 為什麼它造成疾病 因為它造成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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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被排出 不能被排出 感覺應該是多容易地震進去 也是不能排出 另外一個開始它造成疾病 排出動態比較長的時間 它馬上把你的臀泡呼吸 你的臀泡是不是遮住了 你就不能呼吸了 就不能呼吸了 你的臀泡被遮住了 它進到你的吸進去之後 你的臀泡被遮住了之後 它很難做癢地震化 你就缺癢 你就缺癢死心 很好 這個屎頭會亂噴 然後就被打到死 OK 被打到死掉 意外死亡 火山灰會有兩種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 嚴重的 非常嚴重的火山爆發 火山灰會到哪裡去 它飄到天空 所以它遮蔽 它遮蔽了天空的癢 然後植物就沒有冒 所以植物會長不好 有可能這樣 那第二個狀況是 火山灰如果沒有飄很遠 它掉下來 活埋 植物還是長得不好 為什麼 一個專點擊 一個是火山灰就直接遮住葉子 火山灰會遮住葉子 葉子也是沒有辦法 光滑之後用 然後是活埋 活埋那些很大量 現在目前已經知道 只有那個 防備神 看過別的 他們有聽說過別的神 被火山灰會活埋 對不對 趙招 那你先幹嘛 對 避霧 在冥想 對啊 活埋大師 人家 火山爆發它會造成一些嚴重的影響 比如這些 火山爆發它還有什麼 鹽漿會燙,火山會有燙,火山會有燙 鹽漿比較燙,會出人喵 還有就是剛剛榕馨有講到酸氣的問題 所以火山爆發我們要怎麼辦? 怎麼去避免火山爆發發的影響? 不要出到火山附近 不要出到火山附近,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地方 那它的油方式是什麼? 因為現在它停泊沒有地震之而已 在哪一邊? 動物喔,它都很長,可能是有些火山化 就是狗啊,或者是一些火山蠟 就來豬氣了 那邊移動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剛剛頭在叫,老鼠在叫 對啊 那我們現在現在離開了 我現在在跑,不是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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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的新聞 前幾天的新聞 前幾天,對 有個地方彰化,整個馬路 跑出來,地面上 一堆馬路幾百隻啊 幾千隻啊 欸,欸啊 卡牌恐怖片 想一下 彰化有地震嗎? 沒有 沒有 就是這個地震的動物 它的感知能力比較差 所以你去上午起來一直地震 然後我們就 他們有看他 就是 你根本就不可能踩 你不踩到 你出就出不了 OK 是不是 不是人用的感知能力比較差啊 我只能是狗或老鼠 對 這邊配合他們真的 狗或老鼠對 狗或老鼠 前幾天有地震 你有聽到狗叫嗎 有啊 那是震的才叫 現在地震很大 你在前面 你會想 狗或老鼠再跑來跑去嗎 我跟他說 我為什麼就弄不動 這種狗或老鼠 在他發生的時候 有些狗有些狗 有些狗會 他的狗會 他的狗會 好 那你有看到 蝙蝠飛來飛去嗎 蝙蝠飛來飛去嗎 有 對 那個放起來 好 但是呢 我現在講的是 這些東西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同樣的 這些動物的 遇到 它有那麼準嗎 沒有 目前你們要預測嗎 剛才講 髒話出現一大堆馬路 沒有地震 然後我們家內陣的地震很多 馬路一堆 你可以說 這也可能有關聯性 到目前的時候 都可能有關聯性 沒有說 絕對有關聯性 有沒有 絕對跟可能差很多 後天就沒有 對啊 你不能說因為可能有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狗牌 趕快地震來 趕快出去 等一天 奇怪地震有沒有 很低的 你到底是要反應還是不反應 不知道 沒有辦法 同樣火山也是一樣 火山爆發也是一樣 你很難說 都有地震感 它可能會反應 可是萬一 它每次反應 你就跟著反應 結果幾次 你就說 啊 狼來了 算不理他 對不對 不理他就是出事情 這很難 很難說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那個像地震 預報啊 那個中央氣象台啊 他們好像沒有用動物當成 我們來觀察動物的行為 觀察動物的行為 來做 對 其實動物 看他什麼時候 你驚慌都這樣做 對啊 目前沒有人這樣做 沒有人真的這樣做 雷修宇 我最近稍微給你驚慌 只有說他下一個 可能應該就死 你意思嗎 想他在鼓子 三嘎下一個不去做這個鼓子 現在三嘎他做鼓子 可以嗎 可以 好 OK 那個 基本上佛山怎麼去預防 或怎麼去避免佛山的災害 佛山 對 佛山爆發的災害 我們怎麼去預防 或怎麼去避免 或者是去 天上 對 做一點水 你已經去讓他掉了 風氣出來 你是說真的還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來 子儂說說看 觀測 觀測 觀察那個佛山 可以 對 好 對 就記錄嘛 我們現在大部分 大部分 不是 你不知道 其實怎麼講 對 這是火山 你叫做火山 你怎麼知道一百年後 他會不會是火山 一百年後他會是火山 請問有 郭威章老師是火山 是 郭威章老師是火山 郭威章老師曾經住過人 他是火火山 他是火火山 我們講火火山 或修火山 或是食火山 怎麼經營 會不會再爆發 通常來講 當然最近的一次是什麼時候 最近一次是什麼時候 郭威章老師最近一次可能是 好幾百年前 對 那這幾百年前 中間是有住人 老實說我們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下次會在爆 不知道 他說我們也不知道 那他算是 他不算是火火山 他可能在修火山 那他OK 但是就是這部分我覺得 你會去觀察他 持續觀察他 的振動狀況 活動狀況 如果你覺得他活動 還有變激烈 那這個程度 你可能可以預判說 他可能會爆發 像目前的機器都還蠻準的 像幾個國外的火山爆發事件 有一兩次沒有預測到 但是大部分都預測到 有時候現在火山的活動 變得比較激烈了 這目前居民要小心 最好的話 能夠搬走 就先搬走 做預宣訪問 好 預宣訪問 那通常這就是 我們在做請求的 預防處理 那他們什麼別的方法 他們什麼別的方法 可以見到火山的影響 你沒有火山進去嗎 裡面有火山進去嗎 我們把火山裡面的東西冷卻 好 去 去 給你一分鐘 足以快點 我們把火山裡面的東西冷卻 這部分很困難 地球那麼大一顆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地球這麼大一顆 你知道地殼有多寶嗎 地殼有多寶嗎 地殼 不是 它讓地殼 不然不可能住人 然後還差 不是啦 那是我們的推測嘛 例如說地下的人 他說明他有什麼樣的防熱處 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地殼目前來講 很最厚的 可能六七十公里 很厚了 像是這個地球的大小 差不多就是幾張尺的厚度而已 不是嗎 對不對 就幾張尺的厚度 那你說 他現在幾張尺的厚度 往下怎麼 對啊 其實只要幾張尺來講 好 幾張尺很少 幾張尺很少 這幾張尺會很多嗎 這就剩下幾張尺 剩下的就是 都是那種比較熱的東西 岩漿啊 地寒啊 地盒 地盒 這些都很熱 好 所以我們就是 不斷的監控火山 好 接下來是 天然災害的 就是洪水 洪水怎麼發生 洪水怎麼發生 一下子 雨下太多了 雨下太多了 一下子 雨下太快了 太多了 然後呢 絕題了 雨下太多來不及 合體擋不住了 或者是那個 海灣的水直接噴上來 因為爆 那是 那是叫做海水灶灌 你剛剛做什麼 海水灶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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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灶灌的事情 還是覺得一個原因 還有咧 我上地生氣了 什麼 上地生氣了 對啊 然後降下了就 對 他生氣是因為你亂講 媽媽的生氣 喔 海水灌灌 還有咧 洪水灌灌的是什麼 海水灌灌 會不會有關係 地震跟洪水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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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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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嘯可以上來洪水 對不對 還有咧 海底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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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嗎 海底院上升 我們當然講洪水比較短時間的啦 你想海底院上升那是長時間的 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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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許雨下冷淡 海底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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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在這邊有一個點嗎 好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老女 應該是老女 這什麼意思 老女 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叫做中老子 這可能是號稱的自創 沒有 沒有 這有這個字 紅水西亞一個質問的原因 西亞紅水還有質問的原因 是我們的 我們的三坡地爛很難發 它麵糯耶 可以麵糯 三坡地爛很難發的原因 導致說雨下下來的時候 你的三坡地沒辦法除水 水除不住啊 你是不是去買飲料嗎 沒有 它更... 我喝那種不解的東西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買飲料 我現在上課啊 那你就可以拿薪就對了 薪在半個小時 好啦 我們那個三坡地爛很難發 然後可能那個垃圾亂丟 保測水堵塞 然後水抬不掉 抬不出去 那就要抬 那紅水可以去預防嗎 不要有紅水 什麼預防 預防嗎 預防 可以幹嘛預防 不要送檳榔樹 不要農民到上地 盡量不要去爛肯爛發 像很多三坡地爛 把樹砍掉去種高麗菜 把樹砍掉去種檳榔樹 為什麼這危險 因為檳榔樹的根 因為根淺 淺根 淺根抓不住土 所以洪水一來 就跟它走了 然後水也留不住 就跟它走了 你樹的大哥 根很廣 水下下來他會吸水 他會吸得大量的水 可是你今天種了淺根 他吸不了什麼水 所以水就流下來 那還有什麼方法 蘇紅道 蘇紅道 你要把水做 排泄的水要做好 讓水有可以幫忙好的流 那還有勒 還有勒 還有勒 建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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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防止洪水的好方法嗎 是嗎 建水吧 是不是這樣 我們可以坐在高地上 我們等一下就比較不會 坐在高地上 就不會有洪水問題 可是現在很多地位 很多都已經開爆了 你說 就我們就蓋一個木牙桑 就不會有問題 那有嗎 都可以融化幾個 可以融化幾個 可以融化幾個 那我就好了 那不是解釋 那不是解釋 現在在細紙 細紙不是很多 房子都已經蓋好了嗎 可是他們只要一下 就淹水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加高 他把合體加高 然後咧 還有咧 房子加高 房子加高也是個做法 但是現在政府來做別的東西 做什麼 抽水戰 有沒有聽過抽水戰 有聽過抽水戰嗎 沒有 只要颱風要來的時候 颱風要來的時候 他們政府官員都會去視察 抽水戰的正常運作 來 稍稍看 看看把水往河裡 把河裡邊抽 你從水往河 你這個都市的排水 排水排到這邊 它進到河道 可是現在河道 現在都比都市高 那你抽怎麼 水怎麼流過去 這樣抽出去 要把這邊蓄的水抽出去 要把蓄的水抽出去 這是抽水戰 所以現在廣設抽水戰 尤其都市的地方 很多時候設抽水戰 我不知道很多地方都有 尤其像那個 西子那什麼河 那個 西子那邊是什麼河 這個 排水盒 也是淡水河 排水河嗎 排水河 排水河 放淡水河 然後下頭都要分支而已 西子那邊是什麼河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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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淡水河分支 新電溪也是 那我們不想講說 這一條溪的不是清水溪 這條溪 都是淡漾溪 都是淡漾溪 淡漾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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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洪水 洪水是 你說抽水戰的 抽水戰非常多 今天都一直在看抽水戰 因為像都市的地方 就怕淹水 淹水造成很多 財產的損失 那淹水的問題 它有什麼 淹水過後 之後呢 會產生大量的淡漠溫 像淡漠就容易繁殖 淡漠溪出現之後 就容易產生 因為產生一些 和熱 像和熱之類的 都出現 所以很麻煩 最好的方式 不要讓水淹起來 那水淹起來 就非常麻煩 所以 接下來是山崩 山崩看過沒有 沒有看過山崩 麻煩去 麻煩去 我們的籃球場 往右手邊一看 你看到山崩 那個就是山崩的一種 那山崩 規模比較小 山崩 那是小規模的山崩 山崩 就滑下來 那是你上次才會 上次下大雨 上次下大雨 但是沒有下大雨 下大雨 上次才會 下大雨 山崩有可能是因為 地震導致山崩 有可能是下大雨 導致滑下來 因為水會滲到 水會滲到 水會滲裡面去 會冷卻 然後水滲下去之後 我們的土板 一層一層跌上來 對吧 因為就是 這些大部分都是沉積沿 慢慢上對上 那對上它板 就有一層一層一層的 那所以當你水滲下去之後 其中有一層 水不要那麼流動的時候 這一層會滑動 它就會滑動 可以蓋房子的時候 如果你去買房子 我們都知道這是折皺嘛 對不對 我們那個地層有折皺 對不對 好 你買房子適不適合買這邊 不適合 這是順向坡 它可能會滑動下來 會被壓扁 像那個上次那個叫什麼 台北有個地方 高速公路 不是 高速公路也是 高速公路也是 在基隆那邊也是 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921地震的時候 因為它順向坡 滑動 把它整個大樓埋住 把它弄倒 那是非常嚴重 現在看一下 141頁有沒有 114頁 114頁這個就是順向坡的滑動 山宮出本 有沒有課本 課文不一樣 我的頁都不一樣 141頁啊 我的頁都不一樣 141頁啊 完份 上門就不一樣 141頁有沒有 141頁有沒有 141頁 啊這頁是哪頁 141頁 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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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頁 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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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 rim d給我抗腸 不能默的 肩膀 可是我像寫了之後呢 可能因為這邊衝刷衝刷衝刷的關係 它這邊還是變成一個 三 這邊還是山坡地 這就是沒有順向坡 我說我房子蓋在這邊 你會不會在這邊滑下來 你房子蓋在這邊會不會在上面的土滑下來 不會 這土會不會滑下來 有懂意思嗎 這滑不下來 這是順向坡 這是我們裡面的地層 一層一層地層 這是下背 然後這個土被就滑不下來 因為這是不是順向坡 這是什麼坡 逆向坡 逆向坡 哪一種 這條線是山坡的線 這線是因為下雨被衝刷掉的 就是說它本來可能也是長這樣子 它本來可能也是均勻 這地層本來也是這樣 可是這邊因爲什麼樣的原因 它被衝刷掉了 被衝刷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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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衝刷成一個斜坡 衝刷成一個斜坡之後 你房子蓋在這邊相對安全 然後它滑不會滑動 所以我們在蓋房的人會做地址調查 是因為這樣 你要調查完之後 這邊安不安全 這個民國九十九年 國道三號 三年一公里住的邊坡華儀 這個華儀是我剛剛在附近 那這汽車車經過 經過附近 看到側背就整個路塞車了 我剛剛就帶他去流浪 然後我們中午吃飯才看到新聞 原來在這邊有高速路被邊坡華儀 整個側背 有 它裡面埋了大概幾部車子 六部車子被盤住 是喔 我知道耶 我不知道 好 什麼是超棒的 沒有 它說是這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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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超棒的 不亂揭話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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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竹石流 竹石流跟山風哪裡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啊 外面那個垮下來 我們說是山風 又說是竹石流 竹石流跟山風哪裡不一樣 竹石流只是 地表的土被水沖下去的 竹石流 OK 同不同意 竹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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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那那一下的話 它不爽所以 brew 竹石 sal閉所以大雨為大家送 trzy 它帶你啥一遍 因為土地 叉壬所以大雨為大家送 gambling OK 大量的水 山流不出水 水的時候水就順著脫 completely neutered 瓏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土 可是樹都被砍掉了 石頭跟沙子也丟不住 就跟著水往下瓏 所以水 夾帶了大量的泥土 夾帶了大量的沙石 你知道嗎 我們上次講那個侵蝕 核到侵蝕的時候講過了 這個河水夾在大岸石頭的時候 它的沖刷的力道就非常強 那力道很強 如果只是水沖過來 可能這個房子都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土石油過來 房子可能就被沖過了 因為泥土會比較重 其實泥土跟石頭它有重機力 所以比較重 它的密度比水高 我們在講能量 動能是什麼 二分之一 M V 明白嗎 如果有水的時候 M 是1 那如果是土 可能是2 可能是3 如果是石頭的話 可能是3左右 所以你的 M 變大 是動能變大 動能變大 撞擊的力道就變強 所以土石油是相對危險的 M 磁量 我剛才1 2 3是比例 這不是真的說 M 是1 就是1克 不是這個意思 是比例關係 好 土石油 目前台灣像南口附近 土石油非常嚴重 因為早期它那邊山坡地都拿去啃 不是拿去啃 是拿去開啃 開個碗種檳榔 種一些高麗菜之類的 那 Grass 高麗菜 所以我們這邊像剛剛比較危險 對 其實現在南山 那邊 南山部落那邊也是比較容易 可能物 constitutes有得輕鬆 因為他那邊會有整個霜霜 南山再往上走 南山村就是那個啊 過了那個大陸 大陸再過去一段距離 大概一段距離 一個多小時來 沒有大概一六小時 但山路不好走 那一個多小時 所以目前來講台灣比較嚴重的這幾個 五個自然天然災害就是 地霜 火山 洪水 土石榴 山崩 我們現在看一下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就是人為的污染 環境污染我們講空境污染 空境污染哪些 工廠的廢棄 工廠的廢棄 還有呢 動物、牛啊 在台灣算是主要的 它主要的環境污染 車子啊 車子 車子是 我們現在燃燒 那個車子是燃燒石油 所采放出來的廢棄 那是主要的天 空氣污染的災害 剛剛那個 子宏講說 牛這些事 但是在台灣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 還有什麼東西是主要的 壓迫文 課本有沒有寫 化石工廠的化學配料 或者是工廠的廢棄 那是廢棄嗎 化學配料 剛剛講工廠燃燒 像以前 像以前有一個比較大的嚴重 現在比較少 就是燃燒廢物精 以前在台灣沒有那麼多的環保醫師 裡面抬頭的時候 而且是台灣缺金屬 台灣缺一些重工業 所以有些金屬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呢 那些業者就去國外進口那些 人家回收的廢物精 那廢物精包含什麼 像電纜 這些都是 那電纜外面是什麼 旗高線 這不是旗高線 這就是用BBC管 BBC材質有什麼的 這些燃燒會產什麼 大耀心 會產大耀心 那很臭 那他們去回收這些 它不是衛免性嗎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沒有 它造成危害很大 可是那些不肖業者沒辦法 他為了賺錢 為了取得這個金屬 他就堆一堆 完成那個放火燒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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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耀心不是疾病的名字 大耀心是那個化學材料的名字 對阿 然後那個說好 我說火災 火災的時候 火災的時候 火災的時候有可能產生廢氣喔 但是火災不會是主要的廢氣來源 因為沒有天天火災嘛 我們講說廢氣主要來源就是你天天在製造的 所以剛剛講說工廠 汽車 那現在其實現在在西岸喔 台灣西岸一直被很多縣市黨來做績效的 他們一直被批評的 所以在藍色執政的時候 他們被批評的 什麼東西 他們說工廠很重的 什麼 因為高雄多 高雄那個也是 高雄那個也是 六星 錯還有 最近才被批評的被他很重 因為PF6的關係 最近 不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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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 台灣西部 台灣西部 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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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是 發電廠 聽過沒有 喔 我們從現在開始 那個PF6如果沒有改善後 我們禁止他們發電廠再去發電了 台灣工廁 這是火災發電廠 火災發電廠 火災發電廠 火災發電廠就要燒煤 那個天然氣 燒煤當然相對便宜 天然氣稍微貴一點 但是有時候要平衡一下 不能換燒煤 所以燒這些東西就會產生 產生 微粒子 微粒子 像我們工廠物來 最大的問題 一個是 酸性的氣體 造成酸魚 酸魚 酸魚有什麼危害的 酸魚為什麼變成危害 禿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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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啦 還有咧 還有酸魚 禿頭 禿頭 就是一道魚行 魚會招秧 魚啊 魚會招秧 還有容縛 容縛會招秧 還有咧 70地表 70地表 知道為什麼嗎 老實魚 就是什麼 大理石 加快生鏡 加快生鏡 車子生鏡 建築物生鏡 老化 如果他遇到魚池,魚池會抓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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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沒有錯,但是比較少聽說,因為下酸魚,然後魚池就要抓藥 水會孵不染 然後,台灣現在都遇到的小酸魚,然後全世界都遇到的小酸魚 目前,台灣的酸魚好像比較嚴重一點 大概接幾十層,大概四層 有些工業發展程度比較低,程度比較低就還好 只要看工業程度大好 然後,空氣污染目前來講最嚴重的問題 現在不是講酸魚,現在講的是唯一值 就PMOZ 為什麼PMOZ 嚴重? 因為他太小了 因為他被頭髮擋住 他被頭髮擋住,還有咧? 抬不掉,他吸氣就抬不掉 進去,有氣不温 他會造成,像很多人現在悲癌 可能都是PMOZ 的想法 所以目前,怎麼避免空氣污染? 開口罩 開口罩沒有避免 改善環境 怎麼樣改善環境 環保座 不要使用火力發電廠 少開車 少開車 還有咧? 電子車 各位,現在有人研究說 我們終於發明超能量的乙烯電池 乙烯電池可以取代石油 我們用乙烯電池,我們就可以不用石油 可以省電,對不對? 我這樣講對不對 但目前這個對不對 乙烯電池 我用油電池 所以乙烯電池被發明出來 我拿來用車子 我車子可以不用石油 可以節省這個 可以節省這個 可以減少複製污染,對不對? 那個材料 對 他乙烯電池 乙烯電池 那個也還好 你拿什麼東西來發電給他 對嘛 你的電從哪邊拿 這個乙烯電池怎麼充電? 五力發電 那五力發電 他不是只是你車子沒有冒廢氣 你廢氣啟動到發電廠而已 那還不發電 所以說我今天發明的乙烯電池 可以節省 可以節省空氣管 可以節省空氣管 你可以說我今天發明的 我今天用綠能去取代 活力發電卡 可以節省空氣管 這是對的 但是並不是說 因為用了很多電動車之後 就可以節省空氣管 不是喔 就是他 他只是 可以把 怎麼可以 就是大家把計程都擺著電動車 改成電動車 他請他誰發電給他 然後等於發電 對嘛 那是綠能發電 所以是綠能發電在減少空氣污染 並不是電子動車在減少充氣污染 那請問為什麼很多都市 尤其像新加坡這個都市裡面 或是像上海 他們要求這整個都市裡面 不能有機車 不能有汽油的機車 他們可以有電動車 因為東國太大 如果大家都用那個 吃汽油的話 那個排電量沒有很大 那個都市會變得很淡 到處是煙 到處是煙會變得很臭 所以他們現在要求像都市 像新加坡在減少車輛進入都市 你要進入都市 除非說他們會分 可能禮拜一只有單數車可以進來 禮拜二只有雙數車可以進來 他們會這樣分 車牌 對 他們不知道所有的車都進來 因為這樣的都市太多車子了 太多車子的話就會有很多的 類型 你郊區沒有關係 郊區人口比較沒有密集 對啊 那本來就是會比較紓解 那你都市車子很多 你的背景都集中在少都市裡面 大都市裡面 那會變得很多的空氣汙染問題 那他們要求這個都市裡面 只能有電動車也是一樣 不要把汙染帶進來 可是你用電動車並不能說要減少汙染 因為汙染是集中到別的地方缺惡的 集中到滑煙場缺惡的 差別在這裡 然後 那就是 那個乙氣電池出來的時候 哇好棒 這以後不會有空氣汙染 大家就全關於乙氣電池就好了 好 這是六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包含濾能 濾能是 濾能是可以減少空氣汙染 最主要的來源 可是濾能可不可以真的完整 可是不是 你做一些 好 太陽電池不是的 像剛剛講 剛剛使用小朋友 那我們在做乙氣電池的時候 會產生很多的汙染物 這是你關鍵點 太陽電池在生產的時候 會產生很多的汙染物 欸 剛剛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還好 風力發電最大的問題 在市區的話它能炒 聲音很大聲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香蕉 香蕉 其實它重點不是放在香蕉都市的問題 重點是放在有空的地方 風力發電最重要是放在有空的地方 那最簡單的一種放在家裡面 它就不會炒了 為什麼 沒有空嗎 對不對 有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風力發電機要放在有空的地方 它會有發電 可是放在有空的地方 它會有發電 所以它就很炒 那很炒的話 現在有做法就是把它放在離岸 這是我們的地門 海上的發電 海上風力發電廠就不會有聲音了 它可能會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要長遠太遠 因為線也還好 那些都可以解決 那也還好 這大問題是 現在你說火鳥 經過那個地方 火鳥 火鳥進去 撞到 撞到那個發電廠 它就死掉 可是你要死掉 你要死掉 所以現在綠能是應該要發展 但是我們要仔細思考 來 第三個 人類造成的環境污染 就是酸餘 酸餘的影響是什麼 剛剛就講過 是排放的污染 排放的氣體裡面 含有很多酸性的氣體 譬如說像二氧化硫 像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跟空氣碰到就變雅流 跟水碰到就變雅流 跟水碰到就變雅流酸 然後在鹽中就變流酸 二氧化硫跟水碰到就變硝酸 所以這是酸性的來源 好 所以這些酸餘的原因 就是因為燃燒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 就像石油啦 煤炭啦 還有什麼 天然氣啊 瓦斯啊 合不住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們要減少排碳 所以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 我們要減少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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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 我今年也有學校 老師就說 我們現在開始不要烤肉了 因為那時候 常常有時候學生辦公室 老師我們下禮拜的烤肉好多好 我們烤肉好多好 所以辦烤肉 所以說因為同學 在一起玩 就辦烤肉有錯 問一下問題 烤肉 所以我們跟老師說 不行 我們現在開始不能烤肉了 因為烤肉會產生二氧化碳 也不一定喔 我們用電子是有煎盆是有 沒有錯 用電子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產在哪裡 那邊發電的地方 看不到就好了 對嘛 所以你只是 你沒有產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產在電廠 根本就是停摸器 對 我現在用 只要 只要這樣就可以 那樣就可以被 滿足了 對 講清楚 所以我烤肉過程 我不用煤太烤肉 產二氧化碳 我不用煤太烤肉 還不是 會不會產二氧化碳 好 我去做烤肉 我們煮火鍋好不好 他還不是用電子 對嘛 還不是用電 煮火鍋還是用瓦斯 瓦斯 瓦斯會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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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底是 電子爐 電子爐 對嘛 那樣用電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應該除了是濾濾 除了是濾濾 問題是沒有辦法 主要是要解決那個什麼發電子 對 那其實另外一個問題是 現在真的要解決這個原因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就是我們煎炸燈 煎炸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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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炸燈怎麼辦 減少能源使用還有一個什麼 因為我在講包裝 我們去買食物買東西 塑膠袋都是需要能源來製作 對 你要怎麼減少包裝 你怎麼減少你的能源的使用量 譬如說 我可以搭公車 我可以搭公車 我可以騎腳車就騎腳車 都是減少能源的使用 好 那就是我們怎麼去 讓我們的能源的消耗量 見到最低 這樣才能是真正的 福利抽薦的解決方法 所以以後一起搭公車 我家有點遠 搭公車會浪費很多時間 可以騎搭車 我可以騎搭車 跟你小孩 但是現在 現階段還不太適合 是 我可能在過一段時間 我可能會搭乎其他的 這樣 好 OK 謝謝你 然後 所以水污染也是這樣 水污染呢 我們會造成什麼樣的水污染 是怎麼造成的 有什麼東西可以造成水污染 工廠排放 工廠排放的 工廠排放的水 像以前最嚴重的台灣 那個早期啊 店鋪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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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污染因為早期你不太懂 怎麼去出那個水 東北交流一片紅色的 那是 暗紅色還黃色的 有點像紅色啦 你是從洋海 對 或是之前那種 不是我們按一間嗎 就把那種 那種水 就什麼 銀水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很多小孩 他們就變得智商 你會神經嗎 神經水 這是日本上去的 這個就對了 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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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銀水嗎 這會比較大 好 下次拜託 清楚一點的訊息再告訴我們 這好像是好像是好像是 的時候我們就聽不聽到 這什麼東西 以前曾經有那段時間 台灣非常的 對我剛剛講廢伍現在很少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電鍍 電鍍工廠 因為台灣有個工廠 用電鍍 為什麼好像變成水龍頭 水龍頭表現電鍍 因為電鍍的漂亮 藍杆 電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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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光亮 漂亮 還有一個眼鏡 有眼鏡表面要電鍍 對啊 手錶 誰戴手錶 手錶 這也就有電鍍 對 手錶表面也是要電鍍 那電鍍完之後呢 那些被子怎麼處理 被子含有很多重金屬 含有很多重金屬 含有很多酸鹼的東西在裡面 霧水除了一種 你的霧水除了一種 霧水除了一種 霧水除了要花錢 那些做電鍍的人 他沒有辦法 他覺得花錢 因為他就是 在台灣那時候早期的那種小型工業 我們家兩個人 然後夫妻 就開個電鍍工廠 做了 那你電鍍完的被水 我還在另外再找 那我沒有說成本啊 怎麼辦 你就是把他走進去 排他那邊就被抓嘛 就是 就是 等一下我還在嘗這個 我們先回來 就把這個找得來 他排那個盒一定很簡單 可是他用接管出去 就被看到了 這水張到的誰排了 就查到了 往地下排啊 他就打個井 打到地下水 以前打到地下水 是把水抽出來嘛 那把髒水打掉 他把髒水打進去嘛 髒水打進去 沒人看得到啊 這要我交換個洞 從地下水打 誰看得到啊 而且被發現要很久的時間 所以隔了幾年之後 我們覺得 請問什麼地下水 今天吃起來的味道 怪怪的味道 誰的東西啊 一檢查 你沒有中間藝術 請問你喝了幾年 你喝了好幾年 他查不到 然後再慢慢發現 欸 這一家是在做電鍍 請問你被子排哪裡 問你 欸啊 吃吃虎講不出來 一查 原來你都排在地下水 這是地下水你怎麼知道 那他不會吃到地下水 他不吃就好 他不吃就好 他天天去賣水 天天去賣水 天天去賣水 日本那種水無病嘛 水無病 就是那個 有機水溫 有機水溫 然後那種好像吃了很多 人物神秘所謂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子龍東分享這個續集 有體驗嗎 有 那種水無病 他是排放什麼 誰排放的 好像是 熊本性的水溫 然後那種是原來有機 有機狗造成的水溫 他為什麼要做有機狗 因為他沒有做 他可以工房製 OK 好 謝謝 謝謝 子龍跟我們分享 其實這樣子 我知道我們可能知道 不同的訊息 那 其實這個訊息就是大文小益 跟我剛剛講 台灣古今的訊息也是大文小益 那謝謝子龍跟我們分享 日本有這樣的一個汙染 並不是說台灣特別的好 所以台灣有特別的汙染 其實日本沒有 日本這麼現金開發的國家 也是汙染 好 那請問一下 你在查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經驗我剛剛講什麼 好像沒有 對嘛 我們上課的時候拜託 為什麼開會 因為討論主題不要差 因為要差別的 那個主題就不見了 OK 所以每次主題要不重要 把那個議題拉回來 拉回來 就是我們要回到那個主題來討論 剛剛才會專注那個主題 才在討論什麼 可是你一直分析去做別的事情 你就不知道你在討論什麼 OK 我當年想趕快表現一下 你說我也確實知道一些訊息 OK 那如果這個東西放在預期的時候 欸 明天要講酸油 沒有知道 水汙染 我講水汙染的時候 我知道日本人這個事情 我去把它查清楚了 寫在書本上 明天上課的時候 我知道我要分享一下 休息你先不要講那個 五星的部分 我想一個水汙染的事情 給大家知道 你就把那個訊息分享出來 大家會覺得 那水汙染就不用 我就不要講被五星的部分 我就不用講了 因為意思是一樣的 你把那個問題拉回來 全部來講清楚 第一個你有幫助 我不用再講 那個電渡水 對吧 那你也不用去分析做別的事情 好啦 我們就講到這邊 然後 下禮拜就可以把這部分講完 那同學運行一下 然後 那個有空的話 有空的話 就把這學習出的課程 再 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把學習在那裡看一看 複習一下 好 加油 課要教 寫說一字要教 照片 照片 我們有看你注意耶 謝謝 謝謝